哎可以了 哈喽 有了吧 哎有声音了 你好 我刚刚按那个麦克风的那个发话的按钮的时候 他跟我说要启用那个按下发话键的功能才能讲话 我不知道你刚设定了哪个选项 所以现在可以直接我取消那个麦克风静音 我就可以直接讲话 刚才可能是我设置有问题 刚才我设置 那我声音清楚吗 现在你现在声音非常清楚 来来做个自我介绍 怎么称呼哪里人 那个罗尼克万南或台北人 然后继承设司机 中国台湾台北人 你好简大哥 你今天想聊什么话题 今天没有刚刚就在听你分享 然后关于这个断教的部分 我觉得蔡英文现在没有空在处理这个东西 他这个一方面自己的那个贾博士的事情 然后今天又是下礼拜又要公投嘛 下礼拜六台湾这边要投那个公投票嘛 所以他现在都在忙那个公投演讲 对那我们今天台北这边这个就是所谓的总统府 就以前日本总督府的那个前面的广场 然后今天有那个游行啊 就是关于公投的游行 国民党他们那边办的就是泛兰 我们可以讲泛兰办的 就是不是绿色的办的就对了 对所以今天很热闹 OKOK 这次的这个公投你怎么看 你觉得这个四个不同意还是四个同意 还是有一个能同意 我觉得投什么都没用啊 跟你说啊 这个昨天听到网友call in啊 很这个阴阴切切很 有点悲愤的这种口吻 然后就说为什么大家都还醒不过来 这个为什么大家都还醒 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要再用废发电的 我们一定要这个 核电要给他这个恢复启用 然后不要再用火力发电厂发电之类的 当然我我我都了解公投内容的这个这个合理性啊 一个我记我只记得大概一个是不要吃莱克多巴胺的这个莱猪啊 不要进口莱猪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是启用核四 重新启用核能发电的那个第四场 因为今天今天啊今天台湾 宝岛啊 早上啊在这个台北啊 在那个木炸万龙的这个变电站啊又爆炸了 哈哈哈 然后导致台湾台北很多地区啊 就好几个小时都没有电啦 呃 然后这个 就是用天然气跟这个火力发电风力发电来这个 来这个补足 不足的这个部分的用电的部分嘛 那关于为什么要配核电 就是因为他们当初的这个神主牌嘛 就是他们当初在起家的时候 他们就抓着一个是环保嘛 然后一个是反核嘛 一个是节能减碳嘛 就是抓一些所谓的公威议题 那现在现在当家了就知道 当家方知才米贵嘛 当家男嘛 所以才知道说好像不能没有核四 但是这又是自己当初选举的这种神主牌 所以他就只能就是继续主张这个废核四这样 硬着头皮啊 上 对 这就是什么 资本主义民主的这种弊病啊 在台湾天天都在这个给我们掩饰啊 看得出来 包括上一次 其实说句实在话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 抛开意识形态不谈 抛开这个台独 独台不谈 那么其实蓝营请的那个那个那个小伙子 看着特别犀利的那个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我忘了啊 出来演讲的那个小哥 就不提名字 我您是说那个光头演讲辩论的吗 我忘记了就是总是在绍康战情史里面 就是出现的蓝营请的那个 那个 侯汉廷是不是 瘦瘦的 不是侯汉廷 是另外一个人 那个那个小伙子特别喜欢辩论 而且呢 他的这个基础的 黄世修 黄世修 对对对 黄世修特别扎实 ok 那个 其实说句实在话 这核电其实我觉得 还是蓝色的提出的这个一点啊 这个对台湾有好处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我就能看出来这帮绿营的上次请了范云 还有一个什么狗屁专家过来去辩论 范云这居然都提出来个什么 他们怎么拖就两件事让我觉得就是就是就是我不知道台湾老百姓怎么看啊 就是说什么核电站日本的核电站经常会出现鬼魂 连鬼魂都搬出来了 你知道吗 啊 然后呢 你跟他提这个科学证据 他跟你讲啊 他就跟你讲这个得批啊 你说了没有用 得请这个行政官员啊 来咱们走程序啊 你跟他讲科学 他跟你讲程序 你跟他讲程序 他跟你讲民意 你跟他讲民意 他跟你耍流氓 这就是民进党 我们没有科学啦 知道吗 人家是民主与科学嘛 德先生 赛先生 我们完全没有科学 这部分在治理这个国家社会的时候 是没有一套理论体系的 他就是 他就是 选票 谁 我能不能胜选 我有没有票 我讲这个有没有票 没有票 我就不提 哎那我在这这一区选 我有没有票 如果这去选没票 我就不去这边 我就不在这这一区 这个选区选 我到其他的选区选 这样子 反正就是一切以 能够胜选 胜选为宜归嘛 那这个任期都是四年嘛 那今天假如我剩下 我只剩下最后一年任期 我肯定是 想尽办法 在我最后一年的任期 你赶快捞关系 捞钱嘛 累积自己的资本嘛 那看了梦有机会来个旋转门嘛 这个对我这个卸任后这个 这个 这个职业 职业规划也算是有利嘛 对啊 你说这个这个制度怎么可能为人民 老老实实的去 去一心一意的为人民办事情呢 我告诉你这种制度 我们的政治人物 不管是蓝的或绿的啦 很少在做 做很少做好自己本分 我所谓的本分就是 为人民服务 才是正从政的人的本分 可是可是大家都不 很少在做这一块本分 大部分都在做一些官员 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 就是在我明年能不能继续胜选 这样子 或者我卸任之前 我能不能多捞 多累积一点关系 或者是好处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 我是 我看了 我在这里生活这么久 几十年了 我真的是很 很失望 很灰心 那我对中国统一的这个前途 是非常有希望的 我只是说单就对现在这个 这个武装割据的这个政权 在台岛上的他们的这个社会治理的这一块 我是非常的失望 而且不抱期待 反正就是每天看戏看笑话就是这样子啊 对啊 现在 跟大陆比起来就是差 差太多了 嗯 现在的这个角度是 其实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看啊 这个我有另外一个姓 也也这个台北的一个姓陈的一个朋友啊 他在这个台湾 他之前呢 来到这个大陆 来到大陆就跟我说啊 他在大陆每天过得都超开心的 因为每天不用打开电视听政治 然后呢 听这个这个这个群组里面的这群人聊政治 然后他就觉得非常高兴 每天就是吃喝玩乐 风花雪月 然后他这个跟我说什么 他说我回到台湾有一种死了妈的那种感觉啊 就是每天打开电视机 就是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狗血啊 其实啊 这个我个人认为大可不需要如此啊 因为这个开不开心在哪不是关键 主要是自己的心态 我们怎么去从这个角度去面对我们身处的环境吧 嗯 对不对 那我个人认为台湾前途一片光明啊 现在是在谷底死因幽谷 但是在这个统一后我相信 会走出这个死因幽谷前进到康庄大道 所以在这个大概还有三五年快则三五年慢则 七八年十年之内 就是我们这个台湾岛上这个中国人 可以先准备自己这个内涵能力的部分 好那我们就可以看说哎 这个十年后大概我想要 这当14亿市场 14亿人的这种超级大市场对我迎面洗来 把我淹没的时候我要抓住哪个机会 我现在就可以去去培养去努力这样子 对啊那来回到台湾就不要看这个节目啊 我们一样可以看到这个CCTV 一样可以看罗尼的直播啊 对不对 那也都也可以看那个央视的新闻啊 都都可以看啊 对啊 那我觉得还好啦不需要太灰心 或者是被影响的太大战子 对啊 这个简大哥啊 你身为一个就是这个运将啊 在尤其是在台北啊 相对来讲比较繁华的地方 那你的感觉有一个问题 我之前有想过 我一直想跟你请教啊 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 就是尤其是在民党上台之前 和之后就是尤其两岸断了这种啊 这个交流 就尤其是大陆的这种个人啊 自由情和这个团客之后 你的生意有差很多吗 不好意思 差太多了 在这个疫情之前 啊 我在开Uber的时候 我每天都有机会载到大陆的朋友 我先我只讲我先始锁定大陆朋友 然后当然也有其他东南的朋友 我都有机会载到 那我也有很多那种 比如说大陆朋友来 然后他这七天他们要去哪里 哪些点 然后他们愿意包包车 然后我们谈好价格 我就载他们去这样子 然后就是就是我开车 带他们去他们要去的地方 这大概这七天或这十几天这样子 那现在疫情之后 他们这个民进党刚好就是趁这个时候 就就锁国了嘛 就就对中国大陆那边 就是整个都封闭了嘛 所以现在根本没有 我根本没有这些这些生意可以做的 就是完全没有 完全不可能再到中国大陆来台湾玩 或者是来台湾商务的朋友 我都没有再过这样子 那生意就差很多了 那像这个景点旅游 景点有所谓 我们大概都大陆朋友大概都知道 这个日月潭 这个阿里山 现在完全看不到大陆的朋友 大陆来台湾玩的朋友 完全大概都只能看到本地的游客 这样子 嗯就是你大概能不能说一下就是说作为你的本职业来讲就是说大陆的自由行和团客不来直接导致了你的收入降的少了多少多少趴 你大概的这个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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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了几成 大概啊 嗯 我自己大概应该少大概快一半有了 我现在只能跑短趟就没办法去有这种长途的单 少一半这么多啊 对啊因为我们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坐车人总数来说也也确实是有在有减少了也是有减少疫情之后也是有减少 大家会担心这个就是就是那个那个什么染疫的风险吧 对啊对啊对啊就算坐机车车还是有人会担心啦 所以总数来说确实是比疫情还没有爆发前确实是有少了 那这个大陆朋友来的时候到那时候满满街啊不是满满街就是像那些什么知名的夜市啊景点啊还有台北市很多地方都能够遇到这个 去饭店都能够遇到这个大陆口音 就是不同成份口音的大陆游客 那他们因为要去哪去哪他们这个景点之间跟景点之间他们通常都会算是长趟 也就是说这个公里数可能是大概10公里以上的这样的单 现在已经减少很多了 OK 对啊现在我能载大概就是大部分都载到就是一公里啊两公里啊五公里 我大概一公里是台币25块嘛 然后起步价是35块台币吧还38块我忘记了 对 大概是这样子 对所以收入是有少啦 那不用讲我这个路上店至少倒掉快一半了 特别是景区的争议真的是一落千丈 真的是这样子啊 对啊 所以像这种服务行业啊像你们这种服务行业 这个来讲的话可能还影响还是相当之大的是这样吗 是啊是啊是啊那那没办法现在就是走到这个世道了嘛 那这个中美冲突对抗已经激进到这个接近底线互彩的部分呢 那现在在这个形势之下 美国在台湾台湾算是等于是中美对抗的前线嘛 这个我们都知道 那这个前线上美对美国来讲他就需要一个政党能够百分之百 执行美国意志能够勇敢的好不犹豫的果断的这个嘴炮中国大陆 哎那个对抗中国大陆 那这个党是谁就民进党 所以以此我就我就推论说 我就大概推断说猜想啊 就是四个同意都通过但是都会被拖延被敷衍 因为民进党有底气谁给他的底气 美国给他的底气 明年2024再来一次所谓的这个领导人大选 一样是民进党当政 这个远东集团被这个处罚对不对 没清楚了吗 我告诉你到时候美国一定会给他钱的 美国一定会给民进党钱的 为什么因为斗争需要 他你觉得现在这个世道 2024美国会允许会希望国民党上台 然后跟中国大陆谈和平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搞不好2024会再次发生 才是这边两个 现在大学生是我不懂 就是大学生的群组 他们都偏向头四个不同意 很奇怪 然后民进党的说法 民进党在这个号召的口号上是说 投下四个不同意 拒绝中国对台湾的这个 这个什么样霸凌之类的 所以我们要不同意中国对台湾 这样子如此 而不是真的去就四个不同意 选票上写的 我要反对莱猪进口 然后我要重启核四 因为台湾没电了 之类的这种去讲 他不是他直接给你 制造一个烟鹿蛋 就是投下四个不同意 就是对中国大陆投下不同意票 然后绿色的选民 跟这些1450川所谓的决亲们就傻傻相信 我发现民进党找到了一个 找到了一个按钮 找到了一个这个投票按钮 就是不管是什么议题 是台湾的民生议题 社会议题 我都给你打到统独 你肯定会 所以如果咱下个礼拜 这个同意跟不同意的这个投票比率 如果接近五五波的话 或者是或者是四六波的话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民进党操作是很成功的 我感觉 如果如果下个礼拜公投是这样子 也就是公投可能过了 但只有六成支持同意 但四成多或甚至四成多支持不同意 那代表什么民进党操作成功 代表什么 代表他年底的这个县市党大选 国会大选 这个领导人大选 应该是赢面还是很大的 不太可能支持国民党 除非国民党真的要完全的去 抛弃他的祖坟 就是我是中国人 然后我是中国政党 这一块 国民党也不敢全部抛弃 所以这可能就会变成是美国会忌惮的部分 也就是说如果国民党2020执政 可能就没办法让美国在台湾排这一块上 发挥完全的战利 百分百的战利 这个我认同 对啊 这个我们也只能说 对啊 这个我们也只能说 期待这个看看中美关系 能不能有一定的 但是我估计也不会太好啊 因为现在中美对抗是系统性的 对对对对没有错 所以我个人的预测还是如此啊 就是这个就是中美对抗 结局应该是美国的美元体系的瓦解 甚至美国的解体 我对国家是很有信心的 哈哈哈 这没错啦 但今天只要 因为美国美国这个 他们美元体系 已经遇到非常多的问题了 这我就不再赘述了 大家也都都比我清楚 对啊 所以我觉得你没有看 我感觉普普金总统就是 就是好像一直在克制自己 他之前也对这个两岸 发表过意见 他说中国其实不需要用武力统一 用经济手段就可以了 所以我在想说 大家应该都是在等就是美国垮台 都在预测美国快垮 今天如果是强弩之末 再等三年他就垮了 我作为领导人我一定也不想出兵啊 因为出兵 对现在来说的话 出兵对大中华地区两岸 这个造成一个不安全的态势 那停留在这个我们中国国内的这些 国际资本热钱 就会往美国跑了 美国股市就复活了 美国就能喘一口大气了 那这时候 原本留在中国国内的这些国际的钱 都留在中国股市跟中国房市嘛 那我们因为热钱跑了 所以防市的这个压力 泡沫压力就更大了 这对我们是不利的 你知道吗 所以一定要维持能不打就不打 况且本来就没有在中央的任何文件上 白纸黑字写上 我要武力统一台湾 他只有他只有一部反分裂法 然后 那个文件上是文件上又是写和平同一国两制 这个九二共识 就这样而已啊 所以基本上 对啊 所以如果美元体系垮了 代表什么 美国美元体系垮了那个时候是不是对比今天 就美国就等于是更不安全的地方 代表什么 国际资本热钱就更愿意留在中国 更不可能再回到美国去 美国不管怎么样的去这个加息 美元 这个国际资本也不会把钱回流到美国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那之前可能都把 美元换成人民币了 对啊 那对中国是不是好 那美元体系瓦解 国际资本又在热钱又在中国 那对我们内部来讲 就是我们的内部的这个房市 跟股市的这个泡沫的压力 是可控的 是是政府能够这个控制住的 但是这时候政府可以在那个时候 承出手来这个北平模式的解决 这个台湾的问题 对啊 我大概是这样子认为的 OK OK 那我们啊 现在也只能说是静待人 因为老百姓也没有什么能力啊 这个事情 所以 希望吧 希望最终呢 两岸能够有一个啊 比较好的一个结局 但愿如此 然后呢 大家呢 都可以好好过自己的生活 最重要的 这其实就是这个 比较辛苦 比较辛苦 无从派的朋友们 就是真的要多单带多人来 毕竟14亿的国家 现在没有这么好下一个决定了 各况我们的党是 这么的这个谨慎的党 那一个决定就影响14亿人 我们不要讲 我跟你讲 14亿人 这个一个决定不只影响14亿人 还影响 还能影响全世界 当然 所以他一定是非常的审慎的 因为我们体量够大啊 我们体量够大就可以引发各种的质变 对不对 对 是这样子啊 所以哪怕一个小决定 他都要去 去多方思考 他不可能说我今天打一拳 下一秒 你就要回我一拳 不可能的吧 嗯 这样就不是一个有 有国际观大局观的这样的一个 的思维了 对啊 所以就比较辛苦 武统派的朋友们 哈哈哈 特别是做自媒体 我们拍的朋友们 我们这个打句的讲 我真的为他们每天都在找题目 真的是很 就是智商最高的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事都要牵扯到武统 你知道吗 他想武统 他就会什么事都牵扯到武统这一块来 然后去这个把之间的关系稍微 希望能够尽量的这个能够的相关 但是我们我认为我在我们在思考 就是这种我们是小小百姓在思考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站在习大大跟这个 党中央的立场上去思考 习大大跟党中央 哪个党哪个领导人不想要 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跟 最崇高的历史的评价呢 如果今天是 最后按照我们的预想是 北京模式统一台湾 习大大就是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人 打破这个 两岸统一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必须要通过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怪圈 他把这个规律打破掉了 他是第一人 简大哥 对 然后 你啊 这个 在中国的上 在国际上 我给你补充一句 自媒体是不会站在习大大的角度去讲这个事 自媒体一定是要站在流量的角度讲这个事 那我看 我跟我爸每天在那边看啊 我爸很爱看啊 看这个 比如说这个什么 这个 那个谁啊 很有名的那个谁 那个 大家好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我那个那个那个是谁啊 我知道 我知道他是谁 我们不提他的名字啊 对不提不提 那我就跟我 我爸也是蛮爱看的 我爸也很喜欢 很希望赶快武统 因为觉得这个 台湾这个破局面是不希望在这个 再继续下去 希望赶快能够迎来这个大发展 嗯哼 但是我就觉得跟我爸说 爸 你不觉得他每天都在找题目设定题目很辛苦吗 哈哈哈哈 不行 他年前也都快捅了一个 半年后的今天 有些话我不能说啊 我不能说啊 我说这个说了之后 对你不能说嘛 我跟你说因为我是观众嘛 你知道 我是观众 我零不见经算的小摇摆戏 我没差啊 你知道吗 对 ok 辛苦了啊 那我能理解了 你还是有收看了 ok 哈哈哈哈 哎呀 我我我我还听简大哥说话 简大哥这人说话非常幽默啊 然然听着又能接受 哈哈 非常这个风轻云淡的把这个事情就讲出来了 也还好啦 就就大概是这样 就是一个出钱的老百姓的直观的感受 这样 ok 对啊 ok ok 好的 简大哥 希望简大哥有时间啊 可以多来连线啊 这个 发表 然后 然后大家一起来交流 好吗 好 如果有遇到我都会上来点了 对 有遇到又见到 有看到推波 对 我也 我也爱听 简大哥 谢谢 谢谢 谢谢来自台北的简大哥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晚安 拜拜 晚安 拜拜 谢谢 谢谢 还有